今天這集放起來的錄影之前呢 坐在S跟我對面那七位 他們自己聊得很高興 他們活在一個 他們自己的小世界裡面 那外面的人都不知道 他們在高音什麼 歡迎這七位明星好 你們好 幫我明剛聊得很高興 很高興耶 真的是 就是聊些... 可以透露一點在聊什麼嗎 不是 因為我小時候 我很早就進入演藝圈 我工作就非常忙碌 所以我幾乎是沒有年輕的歲 對 那反而我到了一個年紀 有了小孩 有了跟小孩共同化解 就進到這虛擬王的世界 胡說 就自己愛玩而已 也是... 所以我就跟他聊各種 其實他們玩的我也有涉獵過 我看喔 今天只有... 那個張志豐也有小孩了 可是還很小 所以還沒有到教養 黃登輝也有 可是也是很小的小孩 可是就你作為媽媽的立場來講 爸爸說我為了跟小孩 有共同的話題 所以我陪他一起每天玩遊戲 小孩子... 不是 我當時也是... 我會跟我老公說 小孩在你還玩... 電玩玩成這樣 或者你起碼 說要跟小孩共同話題 你為什麼不帶小孩出去 坐一些打球啊或者是... 一起出去喝酒或什麼的 沒有...真的... 不是啦 我要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個行為 因為當初我也不希望小孩 在電腦前面太久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玩什麼 是 但是他一做 就做六、七個小時 所以其實我們先跟 看電視的人講一下就是 在你聽到小孩說 我在玩遊戲 而你還沒有親身去玩之前 你心目中在想像的那個 玩遊戲三個字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不太好 因為玩太... 因為沒有幫助嘛 無聊 然後你打發時間一下 可以一、兩個小時 但六、七個小時真的太久 飯也不吃 你會不會接下來講要落淚啊 就是... 沒有...沒有啦... 然後結果我真的就陪他 一、兩個小時在看啊 看他玩什麼 看出興趣來了 我不是看出興趣 我是幫他練功 因為...你知道 OK 這個要跟... 這個要跟看電視的人解釋一下 就是說 因為要把人物練到 比較高的等級 要花時間 那小孩去上課沒有時間 爸爸就很孝順的在家裡 幫他練 對不對 你答對了 你真的講出我心裡面的話 我都要講到落淚 你都要落淚 不是 我當然真的 因為他去上課 然後我看他每次回來 為了要練功 要充等級 他花了太多時間 乾脆他上課時間 我就幫他練功 他不會需要你出去工作嗎 沒有 我工作回來啊 所以我曾經練功練到打瞌睡 我不誇張講 兒子半夜起來拍著我肩膀 爸爸 真的... 真的... 我覺得他剛剛講的畫面 可以拍成遊戲的廣告 沒有啦 遊戲的東西 真的... 我覺得可以同時賣兩個產品 一個就是小孩去腳踏車 壓他的腳 他沒有醒過來 他爸就怎麼了 然後我爸爸說我練功練到 魂睡過去 他同時買那個保養品跟那個 對啊...我還附著面膜在練功 那他有比別人厲害嗎 很厲害 因為我的等級練得很高 他厲害的程度 是在國際上面有名的嗎 還不到... 所以所謂的厲害怎麼很亮 就是在我這個網路世界 我的幫派裡面我是投的 就是幫主啦 你的幫派裡面有多少人 最高紀錄差不多有七十幾個吧 七十幾個裡面最厲害的 對 不能說最厲害 我們也有厲害的 因為我們是派系不同 OK 所以我們的法律也不同 那是我在我的法律 沒有... 很多人會聽起來 會不會聽起來有點害羞的 對 你笑什麼叫 沒有 因為你的年紀 講這首話 我覺得也很開心 所以我今天穿得 比較學院風啊 比較有學生的那種 哈利波特是不是 你知道我進王世界 我真的整個年輕全 但是我有一點我非常的氣 來啊 不是 你知道 進去王世界不是只是玩耶 還要對話耶 是 我們對話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你知道我以前根本不會打電腦 我是一指神功慢慢練 而且我是啵啵啵啵 還不是倉結 特別快 現在可以開阿西語音 對 當然現在可以啊 我說現在我很懂 我現在比你們還厲害 是... 但是當時因為一指神功 我打一個不知道 我打這三個字 我不誇張可能要花一分鐘 已經被打死了吧 不是 因為他們說 幫主 我們現在要往左邊 我們要怎麼攻擊 我就講 真的... 什麼壯面的故事喔 因為我打到 不... 誤... 不... 然後我打到二聲 不...不對 我要抵抵的掉 不... 我關那個字就打了 二三十秒 所以你們幫最少的時候 人剩下幾個 四個 就都因為你太慢就死光了嗎 不是 因為每天帶隊出去回來 他們就把我... 就罵一頓啦 然後就不願意跟你玩了 對... 所以我們要解釋一下 因為這七位同學呢 他們有點想在玩遊戲的過程當中 為自己整理出來 他們人生有得到一些正面的收穫 所以第一個就鮑瑤雲剛剛講了說 他練習把打字的速度變快 然後呢 大飛也要講一個很荒謬的事情 就是他說 他透過遊戲 認識了自己 什麼都不虛啊 你說什麼 黃大哥 你怎麼說什麼東西呢 對啊 虛擬就虛擬啊 就是因為你一般人在講話說 認識了自己 有一點耶 有點難過 舉個例子 如何在打遊戲的過程當中 認識了自己 就像例如說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其實自己 脾氣不好跟耐性不好 就是你會很直接就說 所以你們在虛擬世界 你幹嘛要有禮貌呢 所以大家都搞來搞去啊 所以遊戲中 大家都罵很多髒話嗎 極多耶 他髒話會變成星星 所以你只要看到星星一串 然後就是這樣 所以你怎麼可能知道 你自己沒有耐心跟脾氣不好 因為別人也都在罵髒話 沒有 因為一直以來 我覺得我的耐心跟脾氣 是很好的一個人 後來我跟鐙輝哥打完電動之後 然後我才發現我真的是一個 底氣極不好的人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當你的隊友打得很差的時候 你要用很陽光的方式 對 例如又是前輩 你沒辦法說什麼 就是他跟你講 他很爛的時候你會說 沒關係啊 大家都有這一步 大家都會經過這一段時間 可是你明明就會很氣 就是你怎麼那麼笨 就過去就殺他就對了 然後你就會對了 你為什麼那麼笨呢 你心裡是這樣想 你現在在罵我嗎 我沒有在罵鐙輝哥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是跟敵方說 余秉諺在打 你就可以罵他對不對 當然不行啊 也不行 不行啊 就認識的人 你不會就是遇到認識的時候 可是在虛擬世界好玩 不就是因為你可以互罵嗎 可是有時候你遇到是前輩 然後又是有一些壓力的時候 你沒辦法說出這些話 所以打得好的時候要稱讚嗎 打得好的時候狂稱讚 鐙輝哥殺一個人 我說好丟喔 好丟喔 原來你們都在敷衍我 所以 你這樣解釋給沒有在玩遊戲 可是小孩在玩遊戲的家長聽的時候 他們就會聽到說 他們的小孩在遊戲裡面呢 就是透過隊友殺了多少人 然後稱讚他 來了解到自己的脾氣變得越來越好 是這個邏輯嗎 是不是 其實也不算是 我要跟那個電視機前的家長講一下 玩遊戲呢 是真的可以跟小孩 有一些溝通的橋梁 我非常贊同包大這個 所以就是小孩殺人 小孩殺人的時候 家長要稱讚說 好厲害喔 殺得這麼快 不是 不是這樣 因為他們在打電動的過程中 他們會希望獲得一些 就像你考試考很高 會學習到很多 對 就是考試考很高的時候 比方說什麼 學習到你知道 有些是團隊合作 還有一些溝通上面 或者是說一些技巧上面 什麼叫團隊合作 舉一個例子 你知道有時候它團戰遊戲 你必須每一路都有每一路的那個 它的職業還有它的要... 屬性 對 有些是要擋在前面 他要當坦的 然後有些是要攻擊的 然後有些是要補的 有些要擦眼啊 還是知道那個 那請問你在... 你在你自己的真實人生中 真的是一個很有團體精神的人嗎 應該還不錯 我覺得 就是說你現在如果要出去 完成一個秀 你會知道怎麼分派大家的 就知道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模特兒 我就要走好那個秀這樣子 你是一個模特兒需要走好秀 需要透過遊戲才學到這件事情嗎 所以你會知道 如果另外一個 跟你一起走秀的模特兒 不夠得好的話 你要如何救他嗎 會跟他說... 等一下就要這樣走這樣 對啊 因為他... 因為在這個遊戲裡面 有不同的路 有上路 中路跟下路 像他們模特兒可能就說 你等一下就走上路 然後他們就... 一起出去 對耶... 你們每天花超過兩小時以上 只學到叫另外一個模特兒說 好走 這樣算什麼學習啊 沒有 我覺得玩遊戲 可以看透人生 真的 因為一場遊戲的時間 其實你可以把那個遊戲的時間 想說你這輩子的時間 這一生的時間 那你這一生呢 你在這兩個小時 要有多少成就 就看你努力在哪個方向 黃鐙輝 我當然同意 玩遊戲可以想到人生 可是說不定看書也可以 對啦 看書也可以 就是... 就是說這樣講的話 你就會覺得說 可是看書不夠有趣對不對 對 因為玩遊戲可以很... 讓你很在就是 了解人生的過程中 還可以娛樂自己 那看書呢 就是有一點在學習 有一點要上課的感覺 可是你花那麼多時間 從網路上面了解人生 你會不會忽略了你真的人生 因為就一直不陪小孩啊 會 後來就會開始反省 你就會覺得 你的人生呢 一直花在這個裡面 那如果你把花在這個裡面的時間 用在真的人生上面 那是不是就可以 跟遊戲裡面有一樣的成績 所以你現在不玩了是不是 後來就會慢慢 我已經抽離了一個 比較花很多時間的遊戲 我加入一個他們的遊戲 聽說黃鐙輝新加入這個遊戲 是一天只要花45分鐘 對 就可以晚掉的嗎 對...這個比較晚 真的嗎 可是這場就不能離開啊 就是如果你很想尿尿 你就要一直憋 對耶 因為可能就是 快打完了不能忠譽耶 所以這玩遊戲又學到什麼 叫做忍耐跟專注 以及堅持 就是必須要完成這個霸業 就是必須... 不管外面地震啊 颱風啊 老婆叫你去倒垃圾 你都要堅忍不拔的在那邊